我無話不談無所不願 在深夜時刻解開你紫色的迷夜訪 都會你還練習生素的微信秘密 我是你的紫色調情師東區 今天的主題是 在夜店鎮安約女生續攤都會成功喔 讓我們一起來試試看吧 本集由SYSTALK小怪獸乾爹贊助播出 今晚就讓我的小怪獸 來開啟你心中的大猛獸吧 哈囉我叫東區請問怎麼稱呼 Rainer 還是學生嗎 對 你讀什麼的 舞蹈系 喔舞蹈系喔 聽說你有一個絕活是不是 還好 你願意示範一下嗎 好 可以是不是 哇 哇 OK Rainer我對你印象深刻了 什麼星座什麼血型的 策略做O型 策略做O型 你知道什麼是可愛箱嗎 跟我一樣可愛 可以可以可以 那是特別計畫 要來玩可愛箱 你等一下不要看裡面 然後手摸進去 我先講一下它會動 它們幾隻有點在躁動 要開始囉 等一下喔 你摸出來 你摸出來 你居然知道 你要不要全部拿出來都沒關係 你肩頸痠痛是不是 它們叫小怪獸 你知道它最厲害的是什麼 它可以遠端操控 你可以就是用手機去控制它 你如果在國外的話 它也可以連到國外去 你可以請你的男友或你的男伴 用手機這樣子操控 好 你真的是練舞蹈的 你很厲害 你還有沒有別招可以秀一下 他比較厲害 我們請他來好不好 有更厲害的 導演我們可以請別人一起來嗎 哈囉請問怎麼稱呼 小郭 願意示範一下你的絕活 給觀眾看嗎 可以啊 好來可以示範一下嗎 哇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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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生什麼事了 發生什麼事了 謝謝我們小郭 這一招 抬到頭上的 帶給你什麼好處嗎 還是男友會特別愛你 沒有試過這個 還沒試過這個 因為這樣應該很難吧 這樣應該會得過準吧 You never try never know 不是是怎麼知道對不對 謝謝你 謝謝你 我們就要訪問到這邊 哈囉 MING你好 好久不見 大家好 我的聲音好了 你上一次是 喝到燒聲是不是 是唱歌唱到 你現在在做什麼工作 放假 然後來台灣 在Wall Gym 打工 健身都健什麼部位 以前在南非我是比較喜歡 外運動 南非的運動是什麼 我喜歡玩 就是有點像 女生版的籃球 拿到球不能動 定住 不會像籃球 可以動 對 你可以講一次 你喜歡什麼樣的男生嗎 可以讓你扛起來的 對 今天來啊 你怎麼玩 我超愛超愛跳舞 你可不可以簡單的示範一下 你怎麼跳 我需要一點音樂 你需要一點音樂 OK 你就這樣跳嗎 對然後跟朋友一起跳 然後我們是那一種 會跑來跑去的就是什麼 跑來跑去 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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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來夜店除了喝酒 跟跑來跑去 你還會做什麼 聽音樂跟跳舞 對我來說是個放手 很多人都說夜店是來找 找過夜 那個叫什麼 一夜情 找炮友 或找一夜情 不是每個人都這樣 那你是來夜店找什麼 找快樂 樂在其中的感覺 喔 你來夜店之前 你在哪裡做什麼事 我在朋友的家看電影 假如夜店啊 大家喝完酒 跳完舞很開心的 下一站 巨攤 你會去哪裡 一定是吃 吃什麼 在南非我都吃麥當勞 在台灣吃 歐連打 結束後想要去 可是不敢去的地方 或是比較不能做 可是forbidden的地方 去海邊Netflix&Cho 拿著手機那邊邊看 然後邊嗚嗚 其實很多人不太知道 Netflix&Cho 是什麼意思 大家Google一下就知道 然後東區這邊簡單解釋一下 Netflix&Cho 別人家在家裡看Netflix&Cho 就是去放鬆 放鬆完就會 樓起來 那就 樓起來啦 所以你想去海邊喔 要蠟燭 防蚊液 可是為什麼要蠟燭 因為黑黑的有一點 很浪漫 夜店結束後 你去海邊 也差不多要天亮了 看太陽起來啦 開始到天亮了 沒有沒有 奇怪的 天亮了 你的IG願意再給大家追蹤一下 MING MING WU 下面挑釋 312 312 312是什麼星座啊 桑魚 你是什麼血型 我喔 那我們就返回到這邊 謝謝 哈囉我叫東區 請問怎麼稱呼 我叫柔柔 你是什麼星座 錯女座 什麼血型 B型 錯女B型 懂了懂了 大部分的可白印象 對處女座就是 龜毛 有潔癖 對事情執著 妳會嗎 我不會 所以妳不是標準的處女座 我不是 今天是來怎麼玩的 來跳舞 跟朋友一起跳舞 妳都怎麼跳 我想好奇問一下 不是一直這樣跳 一直這樣跳 然後跑來跑去 跑來跑去 妳跟命一樣喜歡跑來跑去 是不是 這樣子好玩嗎 很好玩 妳們會跑一跑 會有人跟著妳們一起跑嗎 會會會 跟在後面 跟在後面說很像搭火車這樣子 妳喜歡什麼樣類型的男生 身高有185 很難找耶 對超難找 我183差兩公分可以嗎 不行 一定要185 不行一定要185 妳多高 163 有那種小鳥依人的感覺 那妳喜歡瘦的還壯 壯 可是不要太壯 所以可以把妳扛起來 可以 扛起來可以做很多方便的事情 對 比如說舉我起來拿東西 或是把妳舉起來做一些 特別的運動 對 特別的運動 那可以是不是 妳喜歡這一種嗎 沒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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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什麼其他條件嗎 幽默 會陪我玩 玩什麼 什麼都可以 確定什麼都可以 什麼都可以 所以跟妳玩遊戲 玩牌 對 對 這樣妳扮成女僕 可以啊 我是個配合度很高的女孩 妳來夜店之前 妳有在什麼地方做過什麼事情 當中妳印象很深刻 還是剛剛也可以 剛剛 吃很飽 妳吃很飽 然後又在那邊跑來跑去 不會吐嗎 我覺得這不是一個我推薦的行程 有什麼地方是妳夜店結束後 去攤一定要去的地方 樓樓推薦 豬血湯吧 因為跳完就會很餓 有什麼地方是妳夜店結束後啊 想要去做的事情 或是想要去的地方 可是妳平常不敢做 比較禁忌 比較忌諱的地方 禁忌的嗎 看日出吧 蛤 妳知道高雄在西邊 其實看不太到日出這件事情 假如今天有一個帥哥在這邊 樓樓我想要帶妳去看日出 然後正好是妳的菜 可以是不是 可以 假如他今天沒有那麼浪漫說 沒辦法看日出他跟我們一樣上班 我找妳吃個早餐這樣是可以的嗎 早餐也可以啊 早餐也可以 我是廚師我自己家裡做早餐給妳吃 喔可以啊 可以是不是 會不會不小心吃早餐吃一吃把它吃掉 真的 沒有啦 沒有啦 嘿嘿嘿嘿 這樣子嗎 請問一下妳的IG 是願意公佈給大家追蹤的嗎 好可以啊 ROU9393 OKOK那謝樓樓 我們就訪到這邊 謝謝 謝謝 哈囉 邀東區請問怎麼稱呼 UNA 妳是什麼血型什麼星座 A型摩羯座 妳今天是自己來夜店嗎還是 跟朋友 妳沒有包廂嗎 沒有 沒有包廂怎麼玩我很好奇 找朋友的朋友 怎麼玩 喝酒 喝酒拳啊還是什麼 喝酒就開心 妳今天為什麼來夜店 失戀 失戀 妳長還滿正的 身材也很好為什麼會失戀 說來話上 可以問一下 呃長輩 呃年紀多大 二四 呃 呃 長輩對 C或 C 對啊 前男友是個渣男嗎 沒有 妳渣 我沒有渣 大家都不開心的狀況分手 對 愛對方 愛對方然後分手 他不會很不省嗎 還好 妳來夜店玩的時候啊 妳會玩什麼遊戲嗎 看誰找我玩欸 如果長這個樣子的找妳玩 妳會玩什麼東西 甩下兩巴掌 可以喔 哈哈哈 如果對方是有M屬先甩下兩巴掌 他很開心 他開心我就開心 喔 這樣子喔 喜歡什麼類型的日子 外向的 朋友很多的 個性的部分 專程的 積極的 蛤 積極 上進 上進然後積極的 OK 來夜店之前啊 妳在什麼地方做什麼事情 我在我家跟朋友 討論我今天要穿什麼服裝 這個是妳的戰袍嗎 還是妳有更厲害的服裝 我兩年沒有來了 有些女人喜歡大叔 我也喜歡大叔 妳喜歡大叔 應該吧 我沒有叫過大叔欸 如果是有繞篩糊 然後啤酒肚 喔 啤酒肚不行 喔 啤酒肚不行 平常身材有在保養 繞篩糊 然後呢就是有頹廢頹廢 可是生活品味還不錯 大叔 可以可以可以 生活品味不錯 很重要 怎樣叫生活品味不錯 懂香氛 香氛 香氛是什麼 噴香水那種 金油 家裡佈置的不錯 對 半鐘有序可以嗎 不行 很乾淨像樣品物一樣 可以比我龜毛 來夜店之前妳有什麼推薦的行程 一定要找朋友來吧 可以先喝一點酒 來之前就要喝喔 喝到爆啊 來之後再繼續喝 對 之後還沒跳舞就開始爆了 來這邊就喝爆 來夜店之後啊 有什麼其他的續攤推薦行程 這附近好像有一個歐勒攤 我覺得歐勒攤不錯 可是那是兩年前的事了 還在啦 你知道有時候喝比較醉 唱歌 為什麼 跟朋友唱歌開心 有一些地方啊 平常不敢去 比較嗨的時候跑去 或是有醉意的時候做一點 平常不敢做的是勇敢一點的事情 好像想不到欸 剛剛有訪問到有人說 他想要去海邊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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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可以是不是 你自己有什麼幻想行程 或是說你自己想要試 可是不敢試的行程嗎 海邊不錯 山上 太多了 有點可怕 還沒有猴子觀看這樣子 大樓的樓梯間 好像還不錯喔 還不錯是不是 公園 也還不錯啊 你是野外型的是不是 野外型的 你有沒有想過 最刺激的地方 做什麼最刺激的地方 可能就是孤男寡女 帶一點微醺的那種感覺 海邊吧 海邊喔 這感覺很棒 不會進沙嗎 這我就不知道了 可能就是聊個天就天亮了 開心就好 你有IG願意給大家追蹤嗎 EKK ZHM 祝你失戀趕快走出來 多久了 一個禮拜 那我們今天訪問到這邊 謝謝你 祝你心情快好險 OK好 哈囉我叫東區 請問怎麼稱呼 我叫昆娜 你是什麼星座什麼寫型的 天秤座 B型 你還是學生嗎 對 在讀什麼科系 幼寶科 所以是以後要照顧小朋友的 你以後想要生幾個 三個 有一天有個男生跟你說 我以後想要跟你生三個小孩 你會覺得有中嗎 有有 有就有中喔 第一次見面就跟你說 昆娜我覺得你好正 我想跟你生三個 那有中 那你有中出生 這好特別喔 你今天來夜店怎麼玩 喝酒跳舞 跳舞你們都怎麼跳 隨便跳 隨便跳 你會簡單示範一頓 隨便示範 我不太會 就這樣扭吧 就這樣扭是不是 今天來是跟朋友一起來 還是自己來 跟朋友 你來夜店之前啊 在做什麼事情 你在什麼地方 會先吃飯吧 來夜店之前不會太沉 然後跳一下就吐 多吃一點點味 因為要喝酒了 有沒有在來之前 推薦去吃手 火鍋吧 練點味然後吃火鍋 不會太飽嗎 你夜店結束後啊 你有沒有什麼 去攤的推薦行程 酒吧吧 繼續喝嗎 對 繼續喝 如果今天有一個男生 看得蠻順眼的 聊一聊聊一聊 他說我想要續攤 那你會帶他去酒吧 對啊 除了酒吧 你有沒有推薦其他的 比較忌諱的行程 或是比較競技的地方 其實應該蠻多年輕人 會去汽車旅館吧 對啊 你會想要就是夜店結束後 去汽車旅館是不是 我是還沒試過 那你會想要這個行程 還好 一進去發現 不得了有泳池 有SPA 這樣是很加分嘛 對啊 那應該要喝很醉的時候 那應該要喝很醉 你會覺得很開心嗎 喔這個很棒 如果那個人也是我的菜的話 然後呢 這樣就會在你的口袋名單裡面 口袋名單 自己結束後 除了去酒吧以外 你自己有去過什麼地方 吃宵夜 喝完酒看完我會餓 你的IG是願意 公開給大家追蹤的嗎 可以啊 Q U E N A 1.1017 那我們謝謝你的訪問 到這邊 謝謝你 聽了那麼多女孩精彩的故事呢 我想要去什麼地方呢 我會回到我高中的時候 穿著短裙跑到教官室 讓教官被抓短裙 不是啦 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要出去的話 記得要成群結隊喔 或是記得要找一個朋友 是安全駕駛 就是他不能喝酒 然後那要好好帶你們去 你們指定要去的地方喔 開心至於 安全最重要喔 只剩微信員的關心您 如果喜歡我的頻道的話 記得按讚分享訂閱留言 加小鈴鐺喔 只剩微信員我們下次見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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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見 很快 很快 теперь 熱 SHA